锦衣治下路某身为锦衣卫,又是凤皇上之命前往蜀中解决灾情一事,意外惨招毒手中毒,也是路易记忆不惊,想不到还能让玉王殿下挂念在心,实属难得与感激,路易客套的开口,表面话是这么说,其实路易心中无比明白,不管是之前的中毒又或是路府的刺杀,这些都是眼前的这位新兴作态知人所为。 父皇时常夸在路千世五一高超,为人处事更是谦虚谨慎,想必这次也没少费心力去寻求解药,功夫不负有心人,本王得来解药便第一时间奉上了,路千世可莫要让本王失望啊。 路易看了一眼这次说字话的人,倒也没有戳穿他,只等着他的下文。 这次笑非笑的神情,就像是早已看穿一切,玉王当下心中有所忐忑,中毒一世是自己安排的,刺杀也是自己计划的。 只不过让他意外的是路府的防备居然那么强,加上自己所遭遇的那一次刺杀,他竟一时分辨不出,到底是路易的报复还是齐王的计划了。 有一点让玉王非常明确的就是,不管是他路易或是齐王所为,他们的实力都是不容小觑的,若是他们联手到一块,对自己来说势必会是一个极大的威胁。 他必须尽早阻止他们联手,所以才会不顾自身伤势的前来世好送上解药,却不知道路易早已不需要了。 当了这么多年的锦衣卫,见过形形色色的犯人,看人的本事自然也长进了不少。 这副做贼心虚的不安模样,自然也是落入了路易眼中,更是确定了玉王的别有居心。 玉王有事不妨直说,早就识破他的别有居心。 路易云淡风轻地开口,路千世是个聪明人,不知之前公差几个月,如今是否依然了解朝中局势。 不瞒你说,本王这一身的伤势便是最好的见证,有些事情也该有个结果了。 若是路千世愿意助本王一臂之力,别说是这区区解药,你想要的本王都能满足,如何? 玉王说完,目光多多地盯着路易看,只为等他一个结果。 被他注视着的路易,世世然地端起眼前冒着热气的茶杯清拧了一口,没有接话。 且不说这个玉王说的这些他本就不上心,在知道他对自己做过的那些事情后,路易甚至连敷衍的话都懒得说了。 路千世或许觉得这一切是本王急切了,但父皇的身子已是强弩之功,仅因为虽然直接听命于皇上,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的说法,还是有一句的,本王听闻之前路府遇刺一事,不知是真是假,若是有需要,本王定当鼎力相助。 不得不得说,这个玉王为了拉拢路易,倒真的是不遗余力了,自己自导自演的戏码还尚已了不成。 玉王殿下心意,路某是心灵了,只不过若是路某没有记错的话,殿下如今的安全是仅因为在守护着吧,一个连自己都保护不了的人,还妄图说大话,路易不免嗤之以鼻。 玉王的这一遭到来,路易的话始终是模棱两可,二人的对话,最后是不得而终,尽管没有得到满意结果的他,最后将解药带走了。 但这对路易并无任何影响,他根本就不需要这所谓的解药。 大人为何不直白拒绝于他,就他做的这些苟且之事,怎么可能与他有任何交道? 陈福在玉王离开之后,问起路易的想法,我没有拒绝他,但也没有答应他任何事,毕竟他有一点没说错,如今的皇上是强弩之功了,很多事情确实是迟早都要发生的。 只不过,不管是他或是齐王,其实都不过是皇上用来制衡其他皇子的手段罢了。 听完路易话的陈福,由衷的夸赞,还是大人想的周全,你如今这夸人的功夫倒是大有长进吗? 陈福暗寸,这时常与金夏打交道,多少也有些耳濡目染的不是,心里话不敢说出来,只能是赫赫笑来掩饰了。 对了,今晚张首府大人家设宴,我怕是没有那么早回府,你回去跟金夏他们说一声。 大人,要不我差人带话回去,我还是跟你一起吧。 陈福有些担忧说道,路易性子清冷,去年是刚出狱,春节期间百官的设宴也无几家邀请,大家都必嫌居多。 这一年的时间里,皇上对于陈毅的倚重,大家都看在眼中,连带着今年春节宴会邀请都是满满当当的了,这便是势力的官场,放心,我能应付得来。 陈毅自然明白陈福的担忧,其实不管是谁家的设宴,他就算推拒了,也没人能耐他何,但朝中的面子关系,有时该维护的还是少不了,毕竟他再也不是昔日里那个有父亲挡在前面的少年郎,而是有了自己妻儿要守护的陆家之主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